尤其是臺灣人 但是臺灣人不是臺灣人是一本時代就接受現代無論的生理 你說像林武昇先生 他說他在中英中學讀書 那間才是西方園基督教的文化 首相的生理 然後再去日本讀書 帶到澳大 然後再去美國讀書 對不對 他是美國 昆明台北 第一位臺灣人的美國的PhD 讀書 他的老鼠是杜威 那是美國很出名的書中家 所以一個這麼優秀的臺灣學者 你看他這麼想過世界文明的生理 生理的文明 東方的文明 他都接觸過 所以臺灣人民是本時代有這種的作用 知道什麼是法定 知道什麼是人權 知道什麼是民主 所以當然 跟國民黨這種壓迫的政權 當然是格格不入來 格格不入來說 他們去衝突 國民黨總共是用武力 頂押 派人之後還抓人 要用那個恐怖的通知 這樣來維持他的政權 不過 在臺灣的社會 大家想我來 我們還有一個自己的標準 我們也有一個鼠尾的標準 派人時代是想要挑戰臺灣人 是說 我們沒有那個勇氣 沒有追求一個社會公義 還是說 追求鼠尾的勇氣 我不相信說臺灣人都沒有這種的鼠尾 欧北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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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人都沒有什麼關係 你要問他 我們自己做就是成功 所以 屬性也證明 一年一年 一年 沒到三年的時間而已 我們所有的訴求都不少 包括稍微 在臺灣也有通過這個日報的保障條例 當然 畢國人是不會度省 那幾個月 李政文起來之後 李政文也是 鄉家修做協 接見家修的時候 他在那邊接見家修 就是林母先生的後生 叫林總醫教學 那時候 立馬國人回來了 這是我接觸到林母先生的家修的開始 林總醫教學是 我們做精神科的醫生的一個大戰鬥 我本身就是做精神科 林總醫教學是 如果是日本時代 他就去東京大台討論 所以比較後 他就留在東京大台做精神科 因為臺灣人在日本時代 做精神科的 他算是一個重建國 那 日出前後 我們剛才說林母先生那時候 是去台里 台台武藏醫院 但是 土聰明那時候 是接受台台武藏醫院 所以做台里洋醫院 土聰明去把林總醫叫回來 說你紀念 台灣都沒有自己的精神科醫生 日本時代就是 日本人在做教學 日本前排 日本人都走 不然台灣人在教學 那時候 在林總醫裡面 唯一一個台灣人教學 就是土聰明 土聰明是由理學 他是基礎以後的教學 所以他就跟林總醫說 你總是在台台武藏醫院 跟他學習 所以林總醫是台台精神科 第一人的主義 第一人的主義 當然 在我做精神科的 大家都知道有林總醫這個人 不過屬於我也沒討論他 因為林總醫 做台大精神科的主義 他去拜託 台台的武藏醫院也好 台台的校長也好 台台的校長也好 這樣到處去探聽 問國民黨這些所有官員 到底林保生是拿去哪裡 那是什麼理由 沒有一個人 我就回答這個問題了 完全沒有回答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看到 那個時候二百發生的事實在是很亂 很亂 包括國民黨裡面 他們可能自己來報的這個道歉也很厲害 所以這個人做的事情 這個人根本就不懂 後期那都沒有心話 那個時候沒有心話 後面開燈 後期就拚到 後期就拚到 所以 吹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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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總醫當然是心情很差 後面吹無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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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198000年 在平安這個地方是 我當然知道說 你母親是一頓一個很重要的台灣人 犧牲獻獻 我也知道說他的兒子就是犧牲 不過那個時候 你當時已經不太久了 因為我剛才說 他是前後第一頓要帶來這頓 但是他確保他的老伯 他們老母跟他說 總醫啊 你母親是一頓要報仇我 對 他說 我們九條名都在你的手 因為李子彎我老母 九條人名 他們老母說 你母親是一頓要報仇 因為他們老母說 這是很一樣的 不然你老母說 你老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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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老母說 本來都是讀錯人就對了 我們剛才看到 李母親這幾個 夠的不不不不 我怎麼看見李母親 李母親的老伯就順便了 就是 清條的就順便 所以 三個都讀錯人 都很讀錯人 都很讀錯人 所以說 他說他如果說我們老三台讀書人 你沒有制條 拚拚拚 他不行 但是你就要教育通義者 不可以知道什麼是文言 什麼是家人 就知道 一個讀書人 他老闆就是教育家 林武先生本身就是一個教育家 所以他老闆跟林武先生的老闆 林武先生的太太 他跟他的學生說 你是一個教育家 你就要教育通義這個教育 讓他們知道什麼是家人 什麼是無名 這老闆也像在台北 他為了要保全 他家的小孩不能夠負傷 林武先生不是大小孩 但是他的小孩就沒有去 所以就是一個小孩都照顧 小孩都照顧小孩熬了 逃逃逃逃 他就去美國 立法 立法之後 他做的研究在全世界的青春明 他做台灣的精神疾病 流行病學研究 有我們住院 有客家人 有CORONA 這種的不一樣的 絕文裡面的那個長生病 發生率 都市 鄉村 都不一樣的那種比較 結果這論文 讓WHO就是現在世界有最多的 那個時候 台灣又是世界有最多的會員國 因為日出現了 台灣是戰勝國 是不是 他們說實在都是打到明明眼 無一本正白 所以那個時候 中華民國又留在國內 所以我們都是世界衛生組織的會員國 所以你們的那個研究去WHO 當作第三世界的國家 一個很好的典範 所以WHO總比較拼 拼作鑑魚 你們的那時候 啊 復讀要離開台灣 他就想要去 因為他覺得在台灣很好做 國民黨也不可能跟大陸說 你怎麼死死 甚至 家裡的人 又抱著意思 希望說是不是要死 但是吹不大了 所以林隆他答應這個WHO 他要去做這個 世界有時候做這個研究 但是國民黨不讓他全家找他 只幫他去而已 太太人 都還留在這裡做人質 還留在這裡做人質 所以他這段心生的故事 因為林隆他到時也過世了 但是他要把這個經過 寫出來的文章 就是說他如果要去那段很痛苦的過年 去到世界衛生組織 當然他一直留在 比他在世界上是一個很出名的學者 但是他就不回到台灣 他不願意回到台灣 他覺得台灣很多地方都印記他上天 但是慢慢慢慢 他總太太講出來 總兒子講出來 所以到後來他全家都去到美國後中很多地方 最後他比較選擇去Canada 入Canada的寺 他沒有做美國人 他到後來是入Canada的寺 因為他覺得Canada是一個社群 平常對這個鳥瘦民族 香港人排除 不會激勢的一個國家 比美國比較好 他覺得 因為美國人 雖然很自由 但是那個鳥瘦民族 對五人的這個社群 或是對東方人 比Canada比較好 Canada是這樣 很多元的文化 非常平靜 非常開放的地方 所以他到後來比較選擇 在Canada 映軍 在那裡入Canada的寺 這是他的回憶的文章 他都有交代說 要去宣誓做Canada公民的時候 那種心情的煎熬 因為他說 他到後來要像在做工具的時候 他又是拿中華民國的保證 但是中華民國退出了六個後 那本保證沒有用 去全世界某一個什麼 因為做世界衛生組織 他到後來是做世界衛生組織的一個故事 都要去幫忙那第三世界 很多國家建立精神醫療 和心理衛生的很多核武的考慮 世界百幾億的國家兆候 他說 拿那個中華民國的保證 不時要一關就讓車去旁邊 別別台風就對了 都不勝任你這本保證 所以感覺建設很沒面子的就對了 所以他到後來跟那個LHU說 你不要派我去開會 我建設你開會 拿我這本保證 很痛苦的就對了 到後來說LHU發一張變條紙給他 他說只有那條變條紙 通行無阻就對了 比那個中華民國還沒吃 靠路用 所以那種的感慨就是 他做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 是夠建設的事情 不但這樣 他第一次要出國 我就說他申請到美國的獎勵 要去美國的事 他就去辦公交 第一次辦公交 他叫Bickey 他的名字 因為在日本時代 他的名字叫林總義 日本林素 所以他的拼音是羅馬拼音的林總義 不是林總義 所以他的英文拼音 是林總義 結果他說去辦公交 辦公交的那個官員 把他提供 你的名字叫林總義 沒有啦 我們老闆都叫我林總義 叫我總義啊 總義啊 我的名字就是林總義 公交不見法公交 總簽不簽 到後來就有代代 那個行政婦十年 去那些公交 他叫他叫做民總義 他叫做民總義 出國的最好一天 叫做民總義 教改的 他也是說 就是這樣 很鬱雜的 說 我老闆把我給我的名字 我不行贏 就要你國民黨政府 給我叫的名字 比我叫的名字 就對了 所以他有一名文章 就是叫做貨教 你說貨教的故事 全我新生就對了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那本卡拉達的貨教的時候 他不知道是要負責 還是要負責就對了 你就可以看到 他們那代的台灣 那是世界級的第一流的學者 這第一流的台灣人 但是 他收到台語 就是這種 這種感受 我第一次 和李廷緩教授 那時候也有 台灣還要重複 RWHO 我們幾年還在留下這個事情 說台灣還要重複RWHO 就要去瑞士 因為RWHO的中央是水師 那水師 當年RWHO要開台語 我們現在台灣還有一個團體 去那就是要跟千萬 說就要給台灣家庭RWHO 我去第一年 第一年我就去 那時候我還不一定會去 去到那裡 洪洞在門口 不讓我們這邊 因為現在就不是RWHO 不讓我們這邊去 好 那水水很冷 那個當年實在很冷 還漏 哇 那四十幾歲就不知道 這穿那個大衣 站去那個 那邊去那邊 因為我們不可以去 那就像在門口 人家在世界各國的代表 要去哪裡 就跟他在門口 人家在門口 人家也是站在門口 人家也是站在門口 我那時候實在說 我沒力就不用電話 李廷緩是世界 獨屬學位的李廷緩緩 那在世界上 數一數二的 有利學家